大家好,今天我和我父亲周浩敬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期文明客厅声东击西第十三期 我们连续做了两期就是关于俄国清华史 这是一个电影资料片 是我一个老同学跟我有至少六十年了 他前两天给我记了 我觉得挺好 我就以这个俄国清华史八一电视本厂拍的一个 到现在就是资料片了 但质量不太好 就是画面和声音的质量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昨天前天我们联续做两天 今天我们再接着说 说什么呢 说我们这个社会学有一个概念 叫社会事实 在社会事实以前呢 有一个基本事实 这基本事实呢或者叫史实 史料史实 但是这基本事实呢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物理事实 一个叫社会事实 就跟我们这社会学连上了 所谓社会事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那天举个例子 比如突然间我们看见一个东西 比如说上海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挨打了 这件事呢引起了一些反响 那么这个教授到底挨没挨打 我们不知道 但是对这个挨打这个事 网上有很多的反应 这个反应在我们周围问了不少人 我也看见了 这个事实就是一个社会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呢再举个例子 就是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 传的很广的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给大家念一下 邓朴方通过亲信 余政生联络 江 朱 曾 李 胡温等元老 我给他解释解释 他这个 他说呢邓朴方 就是邓小平的一个儿子 比我大人大 我今年七十五 邓朴方呢我估计有接近八十 或者八十多 他通过作为亲信 这个词不是很确切 他说的亲信呢叫余振生 余振生是我们北京四中的 也是比我大的老校友 他曾经当过全国政协主席 这个余振生还有个事 就是他有个弟弟还是哥哥 我老忘 是余强生 后来叛逃了 供出了一个周恩来总理 那时候安插在美国的一个战略特务 叫金虎带 这个事儿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他说的余振生 就是余强生 应该是他哥 反正兄弟吧 联络江 朱 曾 李 胡温等元老 这江就指了江泽民 今年接近一 可能接近快一百了 到现在好像还活着呢 这个朱就指的是朱铃基总理 他干了五年总理 我们也亲自听过他给我们做个报告 在人民大会堂啊 在中央党校 所以我们都是当面的听过他的报告 江泽民 朱铃基 曾 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的职务呢 是中华人民国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呢 曾庆红他的父亲叫曾山 也是一个开国的时候的第一批的老干部之一 李 曾李 这个李呢 是指的是李鹏呢 还是指的是李瑞环 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李瑞环也是当时中央政务局常委 也当过全国政协主席 胡温 胡当然就是胡锦涛 温 温家宝 就是这些人等元老 召开了 今年2022年的5月2号 开了一个常委会扩大会议 并由于 于振生提拔的 这个 这个 栗战书 栗战书曾经是 就前一天 就前一段时间 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现在好像是不是 好像还是委员长 由这个栗战书带头发言 指出 猪头五大战略误判 这个猪头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他指的就是 这个 习近平 这一外号 会议达成的共识 你再过面 会议达成的共识 迫使他同意交出最高权力 不再连任 军队将领 鉴于他对刘元 刘亚洲等人过河拆桥的做法 早就心怀不满 几乎无人支持他 仅有 对 就是这个我再解释解释这个 他说呢 这个军队的将领 鉴于他对刘元 刘元是刘亚琪的儿子 也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校友 只不过当年呢 我是高三 刘元好像是初二 刘亚洲 刘亚洲呢 就是当时中华人民国主席 这个李先念的女婿 他是一个上将 后来就当了国防大学的书记和上将 指的就是刘亚洲 他说由于军队将领 对于他对刘元和刘亚洲等人过河拆桥的做法 早就心怀不满 这是什么叫过河拆桥 指的就是这两个人交出了军权 这两个人可能还应该有更加实质性的一个安排 但是没了 基本就是退了 仅有张副主席建议让其在军委留任两年 对 他这张副主席呢 我觉得应该指的是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那个名字我也记不太清楚 好像叫 好像叫张又霞是 这再反见 太子党权贵家族 更是担忧他的挺额反美政策 导致数十年积累的既得利益全部丧失 都想抛弃他 所以他已经沦为孤家寡人 到站下车是确定无疑的 对 这条消息呢 是是不是物理事实 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到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 应该说全世界关心中国的人都在传这个事 还不止一个渠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二十大还有不到半年开了 这个习近平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而且他已经干了九年多了 按照党的干部路线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还有这个任期 虽然他修改了宪法 主席 国家主席的任期 原来是两届 一届五年 但是你注意 共产党总书记没有任期 军委主席也没有任期 所以他即使修改了宪法 国家主席他可以连任 但是到了二十大 他是一个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我们叫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 他有重要的人事更动 所以他能不能保住二十大这个总书记的连任 和二十大以后的中央军委的连任 这个这个报道就说了 到战到战下车 指的就是他 不要违背党的干部路线 就是裸退 确定无疑 这是一个判断 什么叫裸退 裸退就是费 毛泽东一死 费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而且党有 党的内部有文件 明确的 所以到了那个吴仪 因为吴仪是副总理 因为我跟吴仪我们见过好几次 他是中共正常政治局的 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政治局委员 工作能力很强 原来是北京艳化的一个一把手 后来就当过 这个就当了最后的职务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为当时有二十五个可能是 只有一个女的 就是吴仪 吴仪到点了 裸退 非常的高风亮节 就类似美国的开国总统 华尔顿 他干了两任 一任四年 两任 但是他的微信机构 大家伙一致 想让他再干 但是他干了八年 他不干了 所以美利坚合众国 到现在二百多年了 经过这个二百多年 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带头人 第一号就是华盛顿 当然还有他们的那些人 建国现在的老头们 所以这样 所以说我对吴仪 我也有这种认识 因为我当面跟他谈过几次 吴仪叫裸退 后来吴仪裸退以后呢 到了这个胡锦涛 作为这个宗装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他到点了 他也裸退 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都 拍手叫好 说从此 中国就能长治久安了 为什么按着规矩来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权力是腐蚀计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 所以一定要废除领导 干不了终身制 可是没想到 现在传出来了 说习近平可能还要想连人 通过他在二零 不是二一 二二一零 二零一八年 通过他在二零一八年 非法的修改中华人物的宪法 他这个事做的是非常之恶劣 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因为你修改宪法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举行修正之前 你得举行公开听证 没有 而且也得举行党内的 党内的有这个中央委员会 都开过会 没人说过 突然间 他就在全国人民大会 大百大会上 他就非法修宪 这件事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这件事 本来呢 说如果他要是没有 二零一八年的非法修宪 大家就认为他 到今年二十大 他也肯定退了 但是这个非法修宪 就证明他 死抓起来不放 非常是反动 所以我就说 他不是左派 他也不是右派 他是个反动派 所以现在就传出这些东西 说他倒战下车 现在就有争论了 说也就是今年二十大 大概有半年 他到底退不退 所以这事呢 也是关心中国政治的一个 不是说头等吧 也得是头级等大事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机会 为大家说说 谣言和遥遥领先的预言的差别 为此呢 我再给大家讲我的亲身经历 就是在1976年1月8号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总理逝世 当时我正在 从北京探亲结束以后 回到我的 种地的这儿 就是回到 八五二农场 七分之二六 我们这个 我们东北农场总局 八五二农场 是原来的解放军铁道兵 叫8502部队 后来就 58年 这个志愿军从朝鲜撤了 撤了 这一部分人就撤到了 我们那个八五二农场 他就变成了八五二农场 后来又搞了一个618批示 就是毛东呢 批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军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而我们这个八五二农场 就分成三室 当然有六个室 我们是三室 三室 我们这八二农场 就变成三室二室团 完了我们有七营二连 原来叫七分之二六 我上次我也提过 就是在珍宝岛打仗的时候 我们正在七分之二六重地 在我们的头顶上 经常有一度 经常过直升飞机 后来一问 怎么回事 就是珍宝岛牺牲的 大概有百二来个战士 他们的遗体 从珍宝岛 由直升飞机送到 我们那个县 叫宝青县 万金山 万金山那儿 现在也有一个立业式陵墓 就送那儿去 从我们那个 种那块地过 所以我们在 用团拉机耕地的时候 和用康米收割的时候 经常看见 就那一段时间 经常看见 所以我就跟我的荒友 因为我在兵团 种了将近十年地 所以我在前两天 我就跟我现在还在 这个八万能场 七分之二六的这些荒友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 可以不可以 去一趟 宝青县 万金山 因为他们都知道 因为那儿有个烈士陵墓 我就说你们去 帮我照几张照片 就到现在 因为我播这个 俄国清华史的时候 是跟这个 珍宝岛 这个所谓的边界战争 是 密不可分的 我再给大家解释 这个意思 那么当时呢 1月8号 1976年1月8号 我到了宝青县 因为那时候坐火车 后来又坐长途车 说到宝青县干嘛呢 一个歇歇脚 吃上饭 到了中午 我在宝青县的 一个饭馆里头 因为也不多 当时的县 可能就几个饭馆 当时我要了 一斤饺子 一斤水饺 大概我记得 可能是一块四 还是一块六 因为那时候 我一个月 挣32块钱 但是所谓 穷家负禄 说你 你在火车上 也待了有两 两夜三天了 也没怎么好吃 所以我就到了 宝青县的饭馆里 花了一个多钱 要了一斤水饺 那个时候正好 那个宝青县 那个饭馆里 有不少人 估计咱们也得 有十来个 他们就议论 他们说 你听说了吗 说 1月8号 周恩来总理 死了 我一人在那吃饭 他们在那说 我就听见了 后来有人就对话 说多大岁是四当 说好像是78岁了 那些人就纷纷的插嘴 大伙就说 我们都活不到78 这就是我在 这就是我的所谓 口述史的亲身经历 当时呢 过了些日子 就有一个 后来 这个调查来的 他是一个初中生 估计是杭州人 就写了一个叫 总理遗言 就是周恩来总理的遗言 原来认为呢 这是一个反个命 集团干的事 所以公安部 把它立为一号大案 侦破 后来侦破来 侦破去 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人 就是一独门 就叫独狼 就是这么一个 小伙子 估计也就是初中 他就编了一个 总理遗言 当时世界上 有不少的大报 都给他登了 最当时在中国 是一个一号的谣言 他仿照着周恩来的口气 他写了个总理遗言 很多人认为 就是 因为中国呢 叫 民间有好多人才 这也是一个 绝对是个人才 他就仿照着周恩来的口气 而且他编这个 总理遗言 影响非常大 你想到了北京 到了中国的公安部 把他设为当年的一号大案 都给破案了 所以我就想 这个今天我给大家念这个 就是说 倒战下车是确定无疑的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 应该说影响比较大的 可能是谣言 也可能是遥遥理性的预言 所以今天我就举这个例子 我给大家分语分语 如果我们也看见 因为我讲课嘛 讲课 我们讲课就是传道 授业解惑 传道就是传的是道义 道德 或者叫正道 就是实事求是 那么现在你碰见这些 因为我们有手机了 每天都介绍很多信息 这里就有这种重大的 这种我叫社会事实 就说这个 就这个 这个刚才我给大家念这个 现在传的很广 他毫无疑问 是一个社会事实 那么我们来怎么来分析它 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呢 我给大家讲讲这事 因为这事就涉及到了 现在我们干这件事 就是让 俄罗斯 侵犯我们中国这三块土地 我们叫外东北 外西北和外蒙古 一共是三百二十万 偏向土地 我们要抓住机遇 接着这机会 我们要把它申请 不是申请 重申 对它 行使主权 所以后来我又想一首诗 好像昨天也说了啥 就是路由那首诗 在宋朝有个著名的诗人路由 他叫做 死去 元之万事空 但卑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元日 家计无望告乃翁 这话呢 就是我女儿 跟我是两代人 我今年七五 我是 我女儿比我小 大概三四十岁 属于两代人 这句话呢 就是 但是我说 但卑不见九州同 后来我跟女儿商量 这九州呢 是宋朝的事 现在呢 给它改成 但卑不见三外归 三外就是外蒙古 这个外 外东北 外西北 就是我们 刚才放的电影 就是俄国清华史 但卑不见三外归 家计无望告乃翁 就说我最多在华二年 我今年七十五 我最多活到九十五 我死 那我就跟我的女儿说 如果 你要知道 这个三外 归给了华夏儿女 炎黄子孙 按照这个巨事 这意思 你也干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 再给大家讲讲呢 就是 所谓的 表演 怎么来变 因为前些 我来北美国四年半 在前几年 有这个 所谓四十九断播 就当时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龚小夏 他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个负责人 当然了 他在三四年以前 他就去采访郭文贵了 后来呢 由于他 违背了当时 美国之音的领导的 意思 后来把他们开除了 这件事也是一个事 以后我要给大家也讲的 叫断播门 断播门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说所谓水门 后来又出现一个拉链门 在国际社会上 就把这突发的事件 叫做门 成了一个定式 这个门叫断播门 我跟龚小夏在这儿 做过十一期节目 每期大概是十五分钟 因为他是公民中文部的主任 而且他被开除了 被开除之后呢 他们就抗争 他们就起诉了 美国的政府的一个部门 就是美国之音 他们打官子 他们打了大概是三年 由于美国政府换届 美国之音呢 也就换届了 有一度 他们这官司打赢了 打赢了呢 他们请了律师 于是就 他们签字 他们就可以回去 跟这小夏的 大概主要有三人 一个就是跟我做 挑战周孝正的 这李肃 他原来是美国之音的 一个解密时刻的 一个主持人 也很有名 我们俩做的这节目 叫李肃挑战周孝正 现在有人说了 那你的节目 怎么没了 因为李肃回去了 就回到美国之音 按照美国之音的纪律 你在美国之音 挣工资 你在美国之音 有这个正式的工作 那么你就不能在外的 因为我这自媒体 是属于民间的 不属于美国政府的机构 也不属于 这个国会的 指管的机构 就这么着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就是李肃呢 大概在几个月以前 由于他回去了 他就回到了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补发的工资 该给多少钱 给人多少钱 因为人家在美国之音 已经干了有二十多年了 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这个 李肃挑战这个节目 就停了 停了有一度呢 郭亚夏替他了 因为郭亚夏 人家跟那个李肃 都是一个单位的 所以郭亚夏就替他 做了好像是八七 好像是八七 现在好像还没有下文呢 那就等着 进一步的发展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说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再 讲讲这事 就是重大的 社会事实 就是大家伙讨论 议论 二十大还有半年开 习近平到底是不是 倒战下车 他是不退 他是不是学习胡锦涛 和学习这个 巫医 叫倒战下车 就是倒碎了 你就退 如果他退了 我们这当然是好事 这就是实现了 党的干部路线 就是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 周深日 从毛东 他一共 他一直到此 他才完 给党和人民 或者叫中国人民 造成了重大灾难 现在呢 就大家伙 为什么就讨论这事呢 因为这事 对于每一个中人 都是 这个 关系非常大 我今天先借 借这个结果 跟大家讲讲 这个事 就是说那个 总理一言 我现在还没找到 如果你们有人有 就是在1976年 1月8号 周恩来总理事实以后 流传非常广的一个 总理一言 我以这个例子 看现在这个 关系到 这国家大事的这个 是不是个谣言 是不是个预言 今天我就以这个为 一个教案 因为我是老师嘛 我就以这个为教案 我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来够 分析这事 就是你怎么来认识 这是一个物理事实 还是个社会事实 这个社会事实 如果我们 讨论它 那就是 我们叫做 这个三任 第一个 我们叫认知 就是你得认识到 这个东西 你得知道 第二个 我们叫认同 认同呢 就是你有 你的主观了 因为现在认知的事情 有的是 你到底 你哪个你认同 认同之后怎么办 那就是 讨论 或者叫辩论 或者叫 这个交流 或者叫 这个 对话 今天呢 等于说两代人 我跟我 女儿周杭 就说这事 你再说两个 对于这种 重大的 社会事实 或者说 重大的认知 上面的争议 我觉得 我们这代人 基本上 就是 能够提出 不同意见的 很少 可能就是 网络上的 这种流传的信息 是怎么说呢 特别多 我们叫 信息爆炸 或者叫 信息污染 昨天 昨天吧 因为我还跟我女儿 说了一声 我的 北京四中的 一个老校友 我们大概都有50多年了 他在一个月以内 他从北京 给我打一电话 他说老周 他说呢 他最近 遇见一件奇事 就是奇怪的事 什么呀 就是林立国 他是林彪的儿子 在 九一三事件的时候 击毁人亡 他也就死了 可是呢 在 一个多月以前呢 就是这个 我们这老朋友 因为他很靠谱啊 因为我们都好几十年了 他以前 我们也聊过天 也说过一些消息 他绝对不是一个造谣的人 但是他跟我说了 这件事 他也不知道真假 什么事 他就听我们 北京四中的 这个 老校友 在一块 有个聚会 在这个聚会里头 有人告诉了 说咱们 北京四中 这个校友 就是林彪人 叫林立国 刚刚我讲了 他比我大两岁 说 他还活着呢 而且他说了不少事 说你们现在听到的 913事件 这些事 都是假的 这事就相当于 总理医院 说总理死了 有个医院 那医院 其实跟周恩来 总理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一造的谣 现在一样 所以他就跟我商量 他说这事 你说真的假的呢 后来我就跟他讲 你听见 这一帮老校友 说 林立国说 他还活着呢 林彪的事件 你们听到的 都是假的 我说这是一个 故事大王啊 但是这个故事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他怎么说呢 你们将来 我要知道 他的这个 进一步的细节 我给大家讲一讲 所以大家就可以 作为一个 案例 就是一个案例 就是对于这些 有完全有可能 是谣言的事 我们怎么办 首先我们得看一看 听一听 通过我们的认知 认同 完了我们就可以 辩论 交流 对话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这种 谣言 或者说是一种 预判吧 就是传播的越来越广泛 然后像滚雪球一样 就是好像 一波一波的 这个信息越来越多 而且都往一个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最后被证明了 这个信息是虚假的 那 这个信息就消散了 那么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能认识到什么呢 我的态度呢 就是说如果证明 这个信息是假的 那么当时你要反思自己 不要文国是非 当然你信不信 你在多大的程度上信了 如果你信了 后来证明你信对了 你就要 这个 有一种叫做自我暗示 就是你的综合判断力 提高了 如果你最后判断是错了 那么你就要反思自己 所以我们叫五日三行五身 就是说呢 你忏悔 或者你反思 或者你自我批评 就是你的综合判断 你怎么就错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我在中国 我在人民大学教学 三四十年了 我们讲的这课 就是当代的 中国的社会问题 我们锻炼 我们的学生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作为这么一件事情 你判断一下 预判 预判对了 成功的经验 错了 失败的教训 还是那句话 奉行 孔子那句话 五日三行五身 你得反省自己 你绝对不要文国是非 你也不要 这个 不接受 就是所谓的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这么个态度 好 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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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